我叫孔泽轩 三年前创业 在西安经营了一家美黑店 到现在规模已经扩大到三家店面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 也是因为身边有很多健身的朋友 虽然生活里很多人还是以白为美 但我觉得把自己的身材练的建硕 肤色晒成古董色 看起来更加阳光 也更有线条感 大学就读的是音乐类的院校 但因为一次机缘 我光荣地入伍 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选择去当兵 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情节 四年的军旅生涯 让我变得更独立 更酷也更爷们 我的生活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家庭成员 我的猫佩琪陪了我两年 我的狗龙仔 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八年 我们仨现在相处得非常和谐 但我想如果有一天 他们俩多了一位女主人 我想我们会更加的开心 我算是一个非常越爱生活的人 兴趣爱好非常多 攀岩 跳伞 摩托车都玩过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 开车自驾乘坐旅行 到目前为止 已经自己开车 走过了中国的一大半的城市 通常我出去 只会制定一个大概的形成 也许在我心里比较随性 没有挑挑逢逢的旅程 才更能让人感到自由吧 好 你可以出来跳舞了 好 你可以出来跳舞了 好看 2号 男嘉宾 刚刚我看您在VCR中有提到 说跟前任还是在做朋友 对 其实我蛮赞同 这个观点的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要跟前任做朋友 你是有多缺朋友 他们有这样说 但是毕竟两个人相爱过 曾经是最熟悉的人 好去好散 还能做朋友 还能够彼此问候 是一种蛮不错的 一种相处方式的 没错 我非常认同你的这个看法 1号 男嘉宾 很多女嘉宾会很建议说 自己的男朋友跟前任还在联系 所以如果你要谈女朋友了 他说让你终止跟你前女友联系 你会怎么做 在我没有现任的女朋友的情况下 我跟我前任联系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我的现任 不想让我跟我前任联系 我会尊重她的这个想法 要是我 就像你们说的 分手来分手 大家还是朋友嘛 如果我是持这种态度 那我就会一直保持 跟我现在的女朋友没有关系 如果我现在女朋友跟我说 你不许 不许跟她有任何联系 那这样的价值观的人 很难成为我的女朋友 其实我跟我前任联系的关系 不光是因为我们有 男女朋友的成分上 就是更多是 她是我的舞伴 我们会将一块跳舞 完了 这个可能对让女生听来 就会更危险一点 这更要命 好吧 来 最后我们看 两个女生有没有留灯 看大银 我的遗憾 其实跟前女友联系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 场上的女嘉宾会那么介意 如果还有第二次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我跳的这个舞 我觉得每一个文化 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们应该抱一个 开放和抱怨的心态 去看待每种文化 跟我有一样兴趣爱好的女生 我希望可以联系我